男人以为眼前的女孩是个铜像 于是好奇的他直接就把手摸了上去 结果下一秒 他发现这个铜像竟是个真人 出于职业素养 女孩强忍着愤怒并没有说话 而泰山为了避免尴尬 他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急忙离开了那 等到活动结束后 女孩当即就找到了泰山 一见面他就给了泰山两个耳光 泰山满脸猛逼地看着女孩 不知道女孩为什么打他 直到女孩说出他就是那个铜像时 他才反应过来 在确定泰山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才摸自己的 人会开心地像着孩子 此时的他不但没有在责怪泰山 反而因为自己扮演得很像 得意地向身后的朋友们炫耀起来 而人会灿烂的笑容瞬间就令泰山为之着迷 这天泰山送货时 他无意间看见了在二楼跳舞的人会 可就在他看得入迷时 人会也发现了他 就这样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 并且在不久后他们就有了爱情的捷径 但事与愿违 这天泰山受到黑帮的威胁 让他去替老大背锅坐牢 如果不去 黑帮就会杀掉人会 为了保护心爱的女人 他不得不答应下来 泰山深知自己无法给人会喂来 于是他便主动向人会提出了分手 还强行把人会推进了做人流的手术室 可是人会最后却并没有打掉孩子 他选择将孩子生了下来 然而八年后他们的孩子却得了白血病 急需泰山的骨髓做移植 可是泰山却在这个时候再次被黑帮陷害 成为了杀人凶手 为了能够暗示给女儿提供骨髓 泰山选择逃亡成为了一名逃犯 但是在逃亡途中 他和追捕他的检察官都被黑帮抓了起来 而黑老大文会长为了除掉检察官 他竟用泰山女儿的性命做威胁 想让泰山动手杀掉检察官 但是文会长因为还没有拿到 留有他犯罪证据的相机 所以他最后并没有对泰山和检察官下死手 他只能派人继续将他们关押起来 可是泰山在两个小弟给他捆绑绳子时 他一下就抓住两人的领带 然后就让他们来了个拥抱 等到成功解决这两个小弟之后 泰山从他们身上找出一把车钥匙 然后就准备开着黑帮的车离开 可是就在他要冲出去的时候 他却突然想起了一起被抓的检察官朴在京 如果不就朴在京一起出来 那么他极有可能会被黑帮害死 于是泰山挂上盗档 猛踩油门 然后一下就撞开了身后这堵墙 随后他就带着朴在京一起逃离了这里 看到这里 如果你最近想买一辆好车 但是却不知道怎么选 现在打开懂车地 在首页点击排行榜 每月汽车真实的销售数据任你查看 各品牌车系排名一目了然 让你购车不迷茫 等到半小时过去确定安全之后 泰山就设计将朴在京赶下了车 然后继续开启了他的逃亡之旅 俗话说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于是泰山悄悄回到了自己家里 他回家洗完澡之后 还取走了满西生前攒下的私房钱 可就在他准备离开时 他却突然想起了满西当时拿走相机 是为了和女友去拍照 而满西死后黑帮和警察都没有拿到相机 那么相机肯定还在满西的女友那里 于是泰山随即就找了人会帮忙 而人会按照泰山提供的地址 他很快就找到了满西的女友 可是女友却说在满西去世后 他因为不想看着相机难过 他就将相机卖给了别人 于是当天晚上 泰山就按照满西女友提供的买家地址 成功地赎回了那部相机 但是他刚拿到 文会长派来的杀手又再次出现 泰山本想奋力一搏 但是最后还是因为不敌杀手 被抢走了相机 就这样 文会长终于拿到了这个有他犯罪证据的相机 在确定完里面的内容之后 他当即就下了命令 悬赏三亿韩元让手下的人杀泰山 只要泰山一死 那么这一切就全结束了 可是文会长怎么也没有想到 泰山被抢走相机后 他竟然和朴在京检察官混到了一起 朴在京不但将泰山藏在自己家里 两人甚至还决定一起合作 引诱出那个杀手 重新找出文会长犯罪的证据 字幕志愿者 杨藏在城市场上